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先生 歡迎回到《利物浦》的《光榮之路》第三集 今天一開始就跟大家一起玩那兩場友誼賽 第一場就是與洛杉磯FC對決 其實現在這個陣容 新的球員就是阿力斯新組 我們看看這個攻勢如何 好 犯規應該有罰球可以射 之前沙基里好像差不多入球 這次廢明爐主射 我們看看會如何 廢明爐右腳搖著角落來射 這個距離是蠻好射的 哎呀 中微啊 不要緊 先拿回第二波 維拿道姆入 好球啊 維拿道姆射入 好球啊 直飛死角啊 好球啊 偉拿道姆 入攝入得非常之好 現在七十幾分鐘了 下半場已經 由這裡交下去 哎 有啦 史導力志 又是拿角啊 近柱 今集近柱厲害了很多 可以嘗試多些近柱的網角 好球啊 史導力志 好球啊 三比零 輕鬆贏了這個洛杉基FC 沙基里也在後面入體啊 第二場呢 我們就對著巴塞 這個已經好像是四強了 贏了巴塞 就可以入決賽 就可以拿到這個 季前熱身賽的獎杯 和獎金 那就一定要贏了 對著有蘇亞雷斯的巴塞龍 我想很多利記迷都很掛著蘇亞雷斯 不要緊啊 我們有三叉擊對抗他們 普天奴和蘇亞雷斯都在對面 首先啊 我的陣容就是米拿隊長 阿力遜 馬迪普 雲迪克 阿力斯新組其實表現得不錯啊 法斌羅我就出了 那前面三叉擊 好啊 對面有圍道爾 好啊 那第四強賽 利物浦對巴塞龍拿的季前熱身賽 開過了 中間 進去 好啊 好啊 是不是米拿 好像是米拿射 對呀 米拿 開球 開到這個下半場 六十幾分鐘入 好啊 成功入到決賽 一球正勝這個巴塞 不錯啊 表現得不錯 這樣呢 之前兩條影片呢 都在兩條影片呢 都有很多觀眾那裡 很好的留言告訴我 想買什麼人幫幫你 好呢 那今季我們暫時就只有 買了阿力斯新組 他們呢 都有一段很好的建議 就是遞比 去了李楊的遞比 現在看看可以多少錢呢 傾到它回來啦 83能力值的遞比 它本身目前的价值就是31M 哇,50多? 50多也很贵 要按一下价值才行 能不能够用40左右呢? 试一下39M 看看行不行 嘩,它的价值也站得很硬 那沒有啦,可能真的要40多M才能買到利昂的敵比 44... 應該可以的這個價錢 好,它要考慮一會兒 我們另外一位球員想買的 有些觀眾就說不如買費基亞吧 因為今季禮物浦是沒有買費基亞的 因為看檢查的時候就說它膝蓋異霜 但是又有很多朋友就因為張伯倫傷了 所以就覺得其實如果那時候入費基亞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不過我們就沒有買到啦,現實 現在在遊戲裡面就看看買它回來啦 拉蘭蘭蘭因為年紀都大了 所以如果用拉蘭蘭加錢換到費基亞呢 其實我都覺得OK的 但是我就不希望加太多錢啦 嘩,拉蘭蘭加完還要55M就有點貴啦 真的 如果加40多我都能接受到 因為始終它85數值 一定要50多 一是加一個轉售條款啦 其實加轉售條款呢 可以現在用便宜一點的價錢買的 看看可以不可以啦 應該就沒問題啦 加45M 對啦,沒問題啦 那我們簽到費基亞啦 順便談合約吧 早點談它回來 好,廢基亞的... 這裡就關鍵啦 因為都希望它長期就做Playmaker那個位置 5年啦 應該是OK的 就不需要有轉售就對了 解藥條款,對啦 不是轉售,解藥 那就談到價錢 其實它的周身不算很貴 未過100K的 即是未過10萬周身 那現在開... 咦,它想要這個... 簽約 獎勵 還有主出場次數 出了場... 因為出場次數的都挺貴 能不能減少一點嗎? 好嗎? 因為這些... 它一出夠長呢 就一定要付的 這堆錢 行不行呢? 沒有問題 扣了一點點 啊,省了一點點 不買到費基亞啦 那...後防方面呢 其實我們也要買的 不過沙夏呢 如果便宜的可以收拾回來 其實也是一個挺不錯的 前面可以作後備 或者打幾條戰線 需要用到的... 購元來的 那看看可以... 多少錢 可以試試買回來的 沙夏 會不會試試轉... 會不會試試加個人買呢? 其實前面我們也有很多人的 但是奧力智其實我想留的 所以使道力智反而如果可以省到一點 幫我們就非常之好 使道力智如果加30M左右 其實我可以接受的 試一下25M吧 開它少一點 它OK的 好啊 這樣就好啊 更加好 那...快手點 簽完沙夏回來啦 成功用使道力智加25M就會換到沙夏 都不錯 沙夏因為你年輕 那...就...重要啦 它都選說重要 其實OK的 因為都是...可能後備居多 那...簽回五年啦 它年輕的 不要解約條款啦 咦...它自己說需要 但是我自己真的個人是很不喜歡解約條款 這件事 所以就... 看看我可不可以取笑它 OK的 因為... 強硬搶可以搶到人啦 所以... 算啦 它現在這些要求就答應它 反正它都... 可以不要過轉售條款 其實會比較好 接受啦 是啊... 成功簽了沙夏啦 那... 那... 接下來就對這個祖雲達斯 是這個美洲挑戰杯 即是季前熱身賽的決賽來的 那贏了就可以拿多少少少獎金 在轉會槍裡可以做多些東西啦 嘩...對面有戴巴拿和斯朗拿到 那...就看看整個整個陣容啦 因為三叉擊之前那幾天都踢了... 那場巴賽的... 比賽啦 所以就... 要換回一些人啦 那看看換回一些後備出來啦 應該沒問題 廢基亞就簽了 那可以出場啦 有沙夏啦 沙基里啦 可以試一試新買回來的陣容 看看可以幫到什麼手啦 那...就...差不多就這樣啦 可以出了張白龍出來 好 那...決賽啦 美洲挑戰杯季前熱身賽 嘩...斯朗拿到 好啦...開球 咦...沒事...碰到 我打了快的 上去啦...上去啦... 上去啦... 廢命路...廢命路... 再給下面... 出不出到... 哎呀... 沙基里射得... OK啦... 不錯... 落下球先... 現在第二球啦... 廢基亞... 擋住... 喂...犯規... 沒有犯規... 不是吧... 糟糕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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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應該是廢基亞來的... 不是吧... 一... 嘩...還要抓住膝蓋... 哎呀... 哇... 連遊戲都這麼真實... 膝蓋有事... 第一場出場就已經傷了膝蓋... 糟糕啦... 真的不知道要休息多久... 買了蟹貨回來啦... 放不出啦... 現在又... 出不了他又放不出啦... 這個彈刀可以不可以啦... 哎呀... 這樣啦... 幸好有個十二碼... 幾十年來落了鏟... 有個十二碼... 有得贏啦...有得贏啦... 嘩...鏟到沙拿扣了... 嘩...他收起朗拿... 換回沙拿來射啦... 不然今集的十二碼... 我覺得再難射了... 所以... 都不太有把握... 特別是電腦會捉到路... 哎呀...射中現在... 我以為是會撲的... 哎呀...沒有啦... 這樣就沒有啦... 這樣就沒有啦... 哎呀... 完場... 有沒有加時... 哎呀...沒有加時... 直接射十二碼... 糟糕啦... 最弱的一番啦... 廢賓奴... 法賓奴... OK... 其實法賓奴的判斷有91... 總之剛才找他射啦... 這球... 這邊... 碰盪... 領先啦... 領先啦... 1比0啦... 喂... 杜姆... OK... 輕鬆... 拿盡一點點... 可能會好一點啦... 我這邊... 即是不要射中間啦... 他多數都不動... 看來怎樣... 這邊... 哎呀... 猜到啦... 退出了啦... 哎呀... 一拿不盡... 就... 就被他撲到啦... 掃到阿里斯... 這邊... 耶... 你看到他呢... 拿得不盡... 都會被我獲得... 所以拿盡一點點... 不錯... 好球... 文尼... 好啦... 這球... 如果救到... 是不是應該贏了... 好球... 美洲挑戰盃的... 冠軍... 可以拿到... 可以拿到幾m啦... 不錯... 好球... 好球... 贏了這個季前二生賽... 就... 看看還有沒有什麼人... 需要買啦... 現在肺基亞... 哎呀... 雙7... 7個月... 哎... 一買回來... 雙1季... 要不要這麼現實... 真的... 哎... 反而現在這樣弄好... 我中場... 沒什麼新血了... 又是要拿張伯倫出來... 又拉爛爛... 又拿來trade了... 反而playmaker... 越來越少... 只剩張伯倫可以做到這件事... 嗯... 真麻煩了... 這樣傷一傷... 天啊... 為什麼會這樣... 一買個肺基亞回來就傷了... 還要傷膝頭過... 是他... 我們現實裡面看見過不了那部分... 真是可憐... 咦... 韋納道姆賣了... 因為有人出價... 我覺得價還不錯... 30多m... 所以放了韋納道姆... 那我們看看... 可以買了... 還給回來了... 因為之前他的報價OK了... 但是我們暫時還沒有... 其實不夠錢的... 那我們可以買了韋納道姆... 現在有錢可以跟他談合約了... 其實有些冒險的... 放了個中場... 不過... 前面的火力是比較... 需要... 多些後備的... 我自己覺得... 因為始終... 最有把握的三叉擊啦... 除了... 沙夏和沙基里之外... 前鋒費明爐的位置... 其實... 只有奧力智... 你說是不是很大把握... 又不是... 所以... 進回敵比... 是... 很合理的... 我覺得... 看看能不能... 75000磅... 可以簽到他回來啦... 給他一點簽約獎勵... 嘩... 他願意減價... 但是要出場次數... 其實出場次數... 真的不行... 所以我就寧願... 給他多一點簽約獎勵... 不要煩了... 真的... 我一炮過比你... 比你出夠... 多少場又再鬱多我一筆... 可不可以貴多少... 應該可以的... 這個... OK... 可以... 76000磅... 簽了這個... 敵比... 那... 今次呢... 就一連簽了... 沙夏... 敵比... 啊... 廢基亞啦... 對了... 簽了這幾個回來的... 但是廢基亞就... 踢第一場球... 已經傷了膝蓋... 那現在其實錢就應該剩下沒什麼的啦... 那看看現有的球員... 會不會有些人... 大家還想放... 放了的錢... 會不會在後... 後防方面補給... 還是怎樣... 那這個可以... 大家給我一些意見的... 那我... 利物浦的光榮之路... 第三集就來到這裏啦... 那... 那條片其實我錄了很久了... 只不過我一直都沒有配音... 那希望... 大家喜歡這條片啦... 還有... 呃... 我有些... 呃... 我的玩法應該會學回... 何兵大哥的... 那可能有些會是... 電腦SIM了他啦... 有些我會踢... 大戰是會踢的... 那...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系列啦... 如果你是喜歡電影... 又或者喜歡這些類型... 關於足球... 關於利物浦的一些... 模式的... 影片的話呢... 請你訂閱我... SAM先生...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那... 呃... like啦... share這條片啦... 或者你有些什麼... 關於現在做這對球的意見... 都可以告訴我... 呃... 我們下條片見啦... 拜拜... airport... 10 benut封... 20 4 5 4 4 5 5 6 7